首先作為兩位民選的代議士 我和游維晶沒有辦法去捍衛到這個選舉的結果 我們僅此致歉 很對不起 還廢的安排我們現在還沒有計算在這裡 我想最終的結果都應該是將會破產 但預計要付多少萬? 我們估計是1200萬港幣 今天CQ安排數並不是我們兩個的終點 政府不讓我進入立法會 但是我在立法會外面有另一片天空 有很多很多的事本跟我們去做 我希望各位香港人 不要因為見到今天的判決 就放棄這個地方 因為這個地方 還有很多香港人默默努力 默默地承受政府的打壓 我們很希望大家可以將不放棄的心 繼續支持這班被政府打壓 和為香港繼續努力的人